小朋友黄玉穿着小红衣 提案做小红人员的感觉 这是该官已经来发展所办理的 管理权工资料新党员集中一个科典 他会外当提案和合适 和小红安全的观念定情和乐适 我们今天跟着人力发展所 办理这个小小小奸兵的闯关的活动 那今天由我们人发所的所长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员工 来共同办理 那今天的小朋友非常的踊跃 那今天的闯关活动呢 有我们的云梯车体验 还有小红的涉水 以及这个防御的一个宣导活动 另外部分还有一个横渡的部分 这些都是小朋友最喜欢的 那我们藉由这个小红活动 也可以让我们县府的员工 知道我们小红衣平日的工作 还有辛苦的一面 分队车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行务 大家拜堆坐上分队车 小红衣服来学习操作 对着关注到游馆 大家在这里欢喜 也带回到小红衣服来信口 今天的活动呢 我们是员工主理成长营 那我们今天早上呢 去新港的文教基金会 下午呢 我们就到我们消防局这边 来做这些消防体验 小朋友们都很期待哦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消防局 各位同仁的协助 消防金丸又开出下水的瞄净 请着加多活动 如何来瞄准下水 定了解的消防装备的操作 专家了解的消防装备的操作 专家采清安港 才由管府完工组入成长营 希望能以五到五六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消防金丸 并永远的工作总控 记得黄培家的观察 想不得